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 是在1960年5月的時候 正式成立 我覺得我們的前輩醫師 真的是非常地有遠見 所以在我們1960年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出席亞太營科醫學會的第一屆會議 以創始會員國的名義來加入這個會議 這件事情對我們後續的 許多在國際社會上的一些能見度或曝光度 其實是很具有意義的 假如當初我們不是一個創會員國的身份 進入亞太營科醫學會的話 我們都知道在之前一二十年來 我們在國際的領域裡面 可能就很容易就被邊緣化 那到了1962年的時候 我們演科醫學會也成為世界演科醫學會的會員國 換句話說從演科醫學會成立 沒有多久之後 我們就算是積極加入國際的 演科學術的一個團體 台灣國內的演科醫療水平來講 我覺得重要的事情是在1988年的時候 我們演科醫學會開始了第一次的 演科專科醫師的真審考試 我覺得這是對我們演科醫療的提升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里程 那到了1993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對於可以訓練 演科專科醫師的教學醫院來進行認定的工作 換句話說 你這個教學醫院 你是不是有足夠的演科專科醫師的師資 然後你可以提供足夠的資源 來訓練一位醫學院畢業後的醫學生 讓他能夠成為在演科方面這個次專科 我們所謂的次專科的一個合格的演科醫師 你是不是具備有這樣的條件來訓練這樣的醫師 那這是針對教學醫院 他的一個水平的一個認定的工作 所以這也是讓我們台灣的這個演科醫療水平 或是醫師的培育方面更進一步的提升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在我們學會的匯務發展方面 在早期我們都知道 曹創時期 那通常就是看當時發起的自己主要的醫師 他是在哪個醫院 那就在那個醫院 可能借一個地方來成立一個辦公室 那所以我覺得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們有自己的匯職 那有自己的匯職以後 你有一個安定感 然後而且呢 就是說不用每次因為理事長換人 或是不同的醫院來承擔這個工作 然後你可能秘書處的工作人員 就每一次都要就是跟著搬動 那所以在2003年的時候 那是我們演科醫學會 購置我們自己的辦公室 那時候是選在火菜站附近公園路的一個大樓裡面 那主要是那樣的地點 因為交通方便 可能不管是台北市的各個地方 或者說是甚至在中南部的理事 大家要來開會是方便的 但是經過了10多年的發展 因為其實演科醫學會 他所接觸所需要處理的業務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剛提到的 我們有很多的真審工作 有很多的考試的工作 我們要進行很多繼續教育 甚至燕光課程 美容課程等等 因為這個醫療越來越進步 所以所需要的一個專業的知識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需要的業務量是越來越大 秘書處的工作人員也慢慢稍微增加一點 那所以到最後我們會覺得說 原來在公園路買的那個小小的 那個有點就大樓形的一個辦公室 可能不太夠用 所以在2016年的時候 那我們就買了一個新的會址 比較大的一個會址 在民權動物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對於我們 穩定發展擴展業務 是具有很重要的一個里程 大概一年半之前 接任這個理事長的工作的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我蠻幸運的 因為其實演科醫學會在過去 幾屆的這個理事長 還有秘書處工作人員 和理監事同仁的努力之下 事實上已經是一個 步上軌道的一個醫學會 那因此那時候接任的話就是想說 怎麼樣讓這個醫學會能夠向未來邁進 那當時我發現到一個情況就是 我們演科醫學會的網站 事實上在多年前設置 但是之後呢就有一段時間 沒有專門的人在照顧 然後沒有更新 那而且我們也知道最近這幾年呢 手機開始非常的盛行 那所以呢 你的電腦版的這個網站的 網頁的呈現方式 可能你在電腦上 智慧型手機上使用不見得是那麼方便 那所以我們就重新建置了一個 就是說新的而且可以 網頁更新後台的資料 其實這個更新後台的資料 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那麼多的會員 然後每一個會員 他所有參加過繼續教育 要綜合課程的資料 我們都要在那邊 因為要算這個學分 然後要知道他什麼時候 他的次專科的這個證書 必須更新 所以這事實上是一個 還蠻繁瑣的一個工程 那但是我們現在目前已經建置完成 那我們也可以使用這個手機 因為他增加了這個響應式的功能 那所以我們現在在手機上也可以上網 然後很方便的來使用 我們在剛剛提到 一開始提到 就是說我們的前輩醫師 其實還蠻有前瞻的遠光 所以我很早就加入這個 國際的這個團體裡面 但是畢竟在早期的時候 就是一個參與而已 就是你只是會員國之一 那到了2001年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在台北舉辦 亞太醫學眼科醫學會的 這個年度的學術會議 那那一次呢 所有國際上的人士 因為邀請的外幣比較多 他們開始了解到說 原來台灣的這個眼科的醫療 其實是有一定的水準 然後之後到了大概2008年之後 我們開始去舉辦一些 眼科裡面的次專科的會議 那譬如說我們有視網末 有青光葉 有角末 視神經 跟這個葡萄膜炎等等 因為到了大概2005年以後 在亞太地區呢 他所謂眼科裡面的次專科的發展 也比較成熟 那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開始會去 第一個正式去爭取 就是得到的這個舉辦國際會議的 大概是比較具規模的是 在2010年的亞太聯合青光葉學術會議 那那一屆剛好 那次會議是我本人當大會的會長 那那次會議因為我們也是早期的時候 很多我們的會議都是自己 秘書處工作人員自己辦 那那次我們有跟這個專業的 這個會議公司來合作 所以那次的舉辦的會議之後 也讓很多國際人士 他不但是了解到 我們在眼科醫療方面的實力 他也知道我們在舉辦國際會議方面的 一個精緻程度 所以我覺得之後 就後續我們就在國際上 就比較越來越受到重視 那當然這中間我們有一些困境 尤其是最近 我想這個是一個 整個台灣每一個行各業都面對的問題 就是在很多的國際場合 我們可能會有一個危機意識 是可能會被邊緣化的這種危機意識 所以我覺得說未來我希望 希望年輕一代的 中生代的眼科醫師 能夠更積極的參與這些國際的活動 那爭取一些表現的機會 譬如說你可能積極的去爭取當演講者 然後建立跟國際上的一些重要的友人 能夠建立一些良好的互動 甚至像我們最近這幾年 尤其是今年六十週年的眼科學會 我們因為是慶祝六十週年 所以我們擴大舉行 所以我們多邀請一些 國際上重要的外賓來演講 也希望這個機會能夠多一點的交流 那我想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加強增加我們和國際間的 這些人事的互動 我想這是重要的 好的 非常謝謝主任 今天這是我們的訪問 謝謝您